哈喽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的新的unit了 那就是unit22 那这个unit啊 很有趣 是我们最喜欢的 money money wang 那赶快呢 打开我们的 Buku Activity Tahun 2 Gilid 2 Mukasurat Enampul 3 我们一起来学习 Mengurus wang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 unit22 我们进入新的单元了 那就是单元22 那这个单元22的主题呢 是Urus wang Urus的意思呢 是处理管理 就是管 管什么呢 嘿嘿 钱了 对了 Urus wang 管理我们的金钱 好的 那今天我们 以管理金钱的一个主题呢 我们就要学习 Burrigan Response 那大家还记得 Burrigan Response的板块吗 如何我们Burrigan Response 那就是 先表示赞同 YES 加上 称呼 例如 YAH Ibu Bai Lah Ayah Bai Jeggu 在引用他们的话 来答应他们 Saya Akan 接着就是 引用他们的话 通常是从动词开始 引用 那这个板块呢 我们可以记起来哦 后面的练习 有三题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答哦 好的 那我们就要用我们学过的板块呢 来Burrigan三个Response Burrigan 第三个Response 好的 那现在呢 我就放大给大家看啊 我们一题一题来看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 第一题哈 Soalan satu 好 我们来看 哎呀 Burkata Ini wang belanja kamu Fendi 这是你的零花钱 Fendi All right 所以 wang belanja的意思呢 wang就是钱 对不对 belanja呢 是花费 花钱的花 OK 所以 wang 钱 拿来花的钱 是什么呢 零花钱 所以wang belanja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花的钱哦 零花钱 All right 哇 爸爸给Fendi钱啊 OK Kamu perlu 你必须 Mengunakan wang belanja ini Dangan chermaknya 好 那这句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必须用这个零花钱呢 怎样用呢 节省的 就是很谨慎的 小心的用 OK 用在适合的情况 All right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response 是要从哪里开始呢 大家还记得吗 是的 我们写了 我们的response OK 还记得吗 我们可以 用 ya OK by 对了 相信大家都会背了啊 还有 by la 对不对 OK ya 水 ya aya OK 那之后 saya akan 对不对 那我们要从什么开始呢 是 动词 那现在给大家 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找出 这一个句子的动词 在哪里呢 啊哈 找到了吗 很简单 动词的前面呢 通常会有 in bohan man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 mangunaga呢 就是动词了 so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从 mangunaga wan belanja ini 接着 抄 alright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开始 回答咯 OK 那我们的板块呢 就是 ya OK 我先选择 ya 那如果你要问 老师 我要写 by la 可以吗 可以 你要写by 吗 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 OK 那现在我就选择 ya 好的 那现在呢 是谁跟 Fendi 说话呢 是 爸爸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要 把 aya 写下来 那大家记得 aya 是kata namam 普通名词 所以这个 a呢 是不需要 大字母的 OK 所以我们就写 ya aya OK 然后我们就接着 我会 right saya akan 我会 怎样呢 就是我们要从 动词开始 操了 那动词就是 mengunakan OK 那我们就继续操了 mengunakan wambelanja ini dengan chermaknya OK 回了没有 那现在我们就快点 一起写下来 OK 我写好了 你写好了吗 那写完了 我们就一起读一遍 ya aya saya akan mengunakan wambelanja ini dengan chermaknya 意思就是 爸爸 我会 用这个 零花钱 我会节省的 用这个 零花钱 是不是有了 这个板块 我们就很简单的 回答这一些 response了呢 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 第二题吧 OK 那刚才我用 这个 ya 了 那第二题 我就可以用 这个buy 或者是buy 也没有问题 因为有三个选择 我就把三个 不同的选择 写下来 那么就可以展示出 我会 三样东西 alright 好 那现在我就拉下来 我们就一起看 第二题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读 i bu kamu perlu menimpan wang belanja itu dengan ber hatihati 妈妈说 你必须 收 OK 还记得 wang belanja 是什么吗 零花钱 OK 你必须 收 那个零花钱 怎样呢 小心了 OK 小心了 收零花钱 Jangan terjije sandra terjije的意思呢 就是鱼肉 或者是掉落 就是不要弄不见的意思啦 所以他就说 sandra 不要弄不见 OK 你必须要小心的 收这个零花钱 alright 那跟着我们的板块呢 刚才我们用呀了 那收现在 我们就用buy buy i bu saya akan OK 到找 动词的 时间啦 OK 那我们就从前面开始先啦 好的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找出动词 哈哈 很简单 对不对 动词的全面呢 都会有 in bu an men tato su 啦 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 我们就找到了 meninpan wangbelanja idu dengan berhatihati 是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个动词开始操 OK 在这里呢 请大家把这个一度圈起来 妈妈是那一个 OK 就说可能这个零花钱旅妈妈很远 所以妈妈要说一度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sandra可能很靠近哦 所以等一下我们操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一度换成一米 alright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操咯 好 那刚才我们用呀 那现在我就用 bye alright 那我们一起开始写吧 bye 好的 那我们要response好的 谁呢 谁跟sandra说话呢 妈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一部写下来 那一部是 katanama am 还是katanama has呢 啊 katanama am 对不对 那这一个一部呢 就是小字母 OK bye 一部 我会 saya akan OK 我会怎样呢 我们就要从动词开始操 meninban wang berlanja OK 那现在我们有一度 要换成 一米 dengan berhati happy alright 就这样 又解决了第二个response了 很简单 OK 来我们来看第三题了啊 哇 很快哦 我们就要做完一面了啊 很棒哦 大家哦 好 那第三题呢 是kaka和amira之间的对话 alright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哈 smasa di kandin 在kandin的时候 kandin是食堂哦 berli lah berli是maya berli lah makanan yang di perlukan sahaja OK 姐姐说 在食堂的时候呢 你就买 你被需要的食物而已 alright jangan membazir amira OK 不要浪费 amira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板块 一起写下来 那还没有写之前呢 啊 我们要找动词 对不对 alright 在这里啊 我找到两个动词 来 请大家把 适当 OK 就可以用 就是 适合的动词 找出来呀 好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alright 时间到 你找到动词了吗 OK 在这里呢 我找到两个动词 第一个是berli OK berli是maya 买东西 买东西是动作来的 那么 bazir 浪费也是动作 哎 这样现在姐姐要交代的是什么呢 不要浪费 哎 也可以哦 买食物 哎 也可以哦 哎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找出 哪一个是真正想要表达的 哪一个是解释 OK 所以姐姐真正要表达的是不要浪费 还是买费需要的呢 哪一个是姐姐的阿拉汗呢 就是哪一个是姐姐的分布呢 OK 所以真正哦 姐姐要分布的是这一个 berli makanan 而说是一个浪费啦 所以这个 将来本吧 就是解释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要写下去的动词呢 就是这个 berli 啦 alright 那大家还记得吗 动词的前面呢 通常是有 in bohan man 对不对 OK 那现在我们要吩咐 要交代人家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有la OK berli啦 买啦 makan啦 去啦 有没有 OK 那现在amira要回答 不需要写la OK 不可能你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姐姐说 OK 我会买la 很奇怪 OK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la割掉 那我们就要加动词了 动词的in bohan是mem OK mem berli makanan yang diperlu kan sahaja OK 那现在我们edit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mem berli kan response了 alright 那刚才我们就用ya OK 我们也用了ba i 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嘿嘿 厉害厉害 ba i la alright 那现在我们要称呼谁 kaka kaka alright kaka在这里 kaka 姐姐 我们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孩子的姐姐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在路边喊kaka 哇 一大堆人会应你 是不是 所以它是kata nama am 所以是小字母 厉害 OK 所以我们就把kaka写下来 记得啊 小字母 OK ba i la kaka 句号 我会 saya akan 然后从动词开始操 mem berli makanan yang diperlu kan sahaja 好的 就这样 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三个response了 OK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 ba i la kaka 好的 姐姐 saya akan mem berli makanan yang diperlu kan sahaja 我会买被需要的食物而已 哈哈 好的 那现在我放小一点 给大家看我们63页的样子啦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63页的样子啦 请大家要回答三题 然后千万要记得 我们的字体要整齐 OK 写在线的上面 就这样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 看一看哦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你也可以subscribe和打开小铃铛 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最新学习影片 下个影片见咯 bye